医生关注基金会正式在加里曼丹省推出了第三艘流动的医院 以满足当地民众的医疗需求 为了庆祝成立15周年 医生关注基金会推出了第三艘流动医院 尺寸比之前的要小一些 旨在为了在加里曼丹河流的潜水区航行而特意建造 这艘流动医院有15名医疗人员 最多能够为20名患者提供护理 并且设有核心的手术室 患者手术前和术后室 实验室和储存药品的药房 根据卫生部2023年的一项调查 约62.8%的印尼人民 仍然很难够在印尼获得医疗服务 调查尼人民 加团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